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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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合作社的产业园区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几十头壮硕的黄牛 五十头牛 这牛抓的时候是一月份 饲养员于凤城告诉记者 经过八九个月的饲养 这些牛增重较快 现在每头牛的价值可达到三四万元 经过不断的繁殖 还能增值 尽管这个过程相对时间较长 但合作社并没有单纯的投喂等待 而是开始新的模式 牛的粪便养蚯蚓 主要是为了环保 之后呢 这个蚯蚓分解完 那个这个 牛的粪便之后 我们还能做花土或者做有机肥 蚯蚓长到个头 就可以作为饲料喂鸡 还可以深加工成其他保健食品 村党支部书记 合作社理事长孙赫介绍说 养蚯蚓 加工蚯蚓 则是合作社循环经济链条中 最关键的一环 无计是350头 这也是短短几个月 我们也是一个初期 到来年我们还要增加 还要扩大 现在已经旗下的产品 就有乌鸡蛋 烤鸡蛋 滴龙酒 包括花土 选项件 可以说就是利用我们当地的节杆 节杆喂牛 牛的粪便养殖蚯蚓 蚯蚓粪便肥甜 粮甜产出优质大米 稻草继续四味黄牛 形成循环链条后 每个环节上都可以为合作社增加效益 这么巧妙的构思是怎么形成的呢 通过我们县农国校到外地学习 之后采取外地的经验 也可以说是复制 同时在整个复制过程中 我们全程提供技术支持和扶持 在省内你像走了辽原室 研究室 省外像盘景 项目选择以及配套技术跟上的同时 合作社也在进行制度制定机制完善工作 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帮助下 合作社的组织架构日增完善 我们推进组呢 从这个章程的起草 包括财务制度啊 还有这个股权架构 以及股权的分配等等呢 都进行了严格的这个流程和标准 听到这些好消息 加入合作社的村民特别高兴 心底也更加有底 李宝贵是一名脱贫农户 一提到社长动员他入社的过程 现在还有些激动 据了解合作社主要采取了资金入股的方式 社员还可以到园区务工赚钱 相对于社员的股金而言 村里出的要明显高出许多 本来村集体就可以带头干的合作社 为什么非要动员农民参与呢 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村里富也让咱们农民富 最终也走向一条共同富裕这道道路 通过领办创办合作社呢 我们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 这样的一个政治功能组织优势 带领农民合作社呢 就是合作经营 那么从6月份到现在呢 合作社已经有了7种产品 那么盈利也达到18万元 片中提到了蚯蚓的饲料化利用 那么在土壤性状评价的过程当中 蔡老师 土壤当中蚯蚓数量的多少意味着什么呢 蚯蚓呢 是衡量我们土壤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那么一般的老百姓总讲就是如果你地里面蚯蚓越多代表这个土壤越肥沃 那从我们科学的角度来说呢 如果你土壤中蚯蚓的数量越多 那就代表着你土壤中的有机质的含量越高 而且呢 土壤中的蚯蚓呢 可以有效地改善土壤的这个煤活性 改善我们土壤耕地的这种耕层结构 让我们这个土壤呢 更肥沃 从而实现作物的这个高产文产提供一个良好的保障 那我们评价土壤保水保肥能力的指标 有哪些 哪一些指标是可以人为进行调节的呢 目前我们在评价这个土壤保水保肥能力方面 这些指标呢 有很多种 比如说最核心的 那就是我们现在提的这个土壤有机质 我们老百姓很多人也知道这个土壤有机质 整个土壤有机质是土壤肥力的一个核心 那除了这个指标之外呢 还有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土壤的含水量 土壤水的这种渗透系数 或者我们讲的这种氧粒子交换量 都是一些衡量我们土壤中保水保肥的一些指标 那这些指标呢 如果我们通过合理的耕作措施 或者是一些栽培措施 那都可以进行一些人为的调整 我们现在在做的很多的技术呢 都是可以实践 让这些指标越来越改善 越来越提升这样一个效果 那眼下呢 有一些地区的农民朋友已经开始备耕的工作了 那农民在选购化肥的时候 选购肥料的时候 什么样的肥料对土壤的保护是有一定作用的呢 这个其实就是属于科学施肥的一个范畴 以前老百姓或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个误区 觉得是不是这个化肥湿的越多 那土壤就会越板结 但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 我们把化肥成为粮食的粮食 我们全世界人口有超过一半的人 这个人口的营养和食物来源都是依靠化肥的 那就问题就来了 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科学施肥呢 就是如何我们施肥才能让我们这个土壤变得越来越好呢 这要做到以下几个几点吧 我想是 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一定要按照规律 这个化肥在施的时候 化肥就像我们人吃饭的时候 你不能多也不能少 刚刚好是最好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要按照作物的这个生长发育需求来使用肥料 比如说这个玉米 可能我们在苗期吃了一次肥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八节期还要再追一次肥 这样分次使用的可能更有利于这个玉米产量的增加 然后呢 再一个就是施肥的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有好多老百姓喜欢这个农村一整 把这个化肥就扬了扬地里了 但是这种施肥呢 可能会大大的降低这个化肥的利用效率 那么我们建议呢 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用机械 可以采用这种深施肥 把这个肥呢 尽量的湿到它作物根系的附近 这样才更有利于作物的吸收 实现作物的一个良性的生长 好 感谢蔡老师的提示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粮食的保管 安全储量增加效益 对于辛苦了一年的农妹朋友来说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在黎树县万发镇关家港村 随处可见高高的玉米楼 一般来说 粮食收获至入库前是没变一发多发期 农户庭院储粮是保障 粮食质量安全的重要环节 受特殊天气影响 今年我省粮食水分普遍偏高 给庭院储粮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风险 针对这一情况 黎树县积极组织工作人员 进村入户指导安全储粮 同时充分利用电视广播视频等媒介 向农民宣传庭院储粮知识 截止目前立体储粮 我们正达到了80%以上 为全县的安全储粮工作 起到了引领作用 储粮之后就是卖粮 有一些农民在玉米等级 评判上拿捏固准 那我们应该重点掌握哪些指标呢 蔡老师 现在农民在卖粮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是关注一些感官上的 老百姓可能就愿意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个粮食 像咱们刚才看的是玉米 那苞米整个色泽怎么样 或者是看一看它的水分 是不是干燥 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个感官上的 一个卖粮指标 另外一个 就是现在整个企业它在收粮的时候 国家或者是一些企业在收粮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严格的标准 我们国家围绕现在的玉米 水稻 还有大豆 都是有我们老百姓讲 叫一等粮 二等粮 三等粮 它有不同的标准 包括除了之前讲的这些感官指标之外 其他还有一些 比如说这个煤变率 或者是一些蛋白含量 此外呢 就是有一些特用的作物 比如说有一些高油的玉米 或一些爆裂的玉米 它还有一些它非常特殊的指标 这些都是可以作为衡量这个整个粮食 好坏的一个指标 那么我们老百姓在卖的时候 要根据它的实际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判断和证别 好 感谢蔡老师的提示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在公主岭 驻村第一书记 联系医务工作者 入村一诊 温暖村民 在书栏 采用多种措施 促使反季节草莓提前上市 乡村四季12316 正在播出 欢迎回来 收完了粮食的保管 接下来我们再请实用军专家 给孤农朋友讲解一下 鱼黄膜的管理措施 应该说这个季节 就是这个极寒天气特别冷 所以现在整个它的问题 就是一个是保温的问题 就是这个温度如果是科目上的话 是不行 比如说它刚才 它外面那白天是采光 如果是今天外面没有太阳的话 它可能就里头涉及到扣二身旁 就是需要保温 冬季寒冷 孤农应采取自然气温 与人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 一般采取以上措施后 棚内温度可提高5到10度 在冬季仍能正常出孤 此时还要注意湿度管理 温度低的时候 它这个温差大 里面的湿度特别大 所以这个时候就得考虑 适当的降湿 比如说通风 它正常的时候可以不通 但这个时候应该适当通风 把这个潮气反水 这样来说才能不得便 注意通风换气 避免北风袭击 孤雷长出后呼吸旺盛 如果空气不流通 二氧化碳沉积过多 就会抑制紫实体的形成与生长 通风换气 掌握在气温较高的 中午前后进行 时间10到20分钟 进出棚内操作 要及时关门 防止冷风直接进入 蘑菇不急行的话 就是说我们在浇水的时候 应该是控制一些时间 比如说一般那时候 我们都是在早晚 但这个时候 就是注重在中午温度高的时候 适当地浇点温护水 就是喷温水 那么这个时候 就少喷水 这个湿度也能提起来 把这个蘑菇出的时候 它一个是从口感 从这个颜色上更好一些 专家提示 当前要以通风为主 如果需要加温 不要在彭室里面生活 这样容易导致蘑菇供养不足 出现畸形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 民生的话题 为了更好地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 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近日省政协联合有关医院的 公主领事怀德镇三里铺子村 开展了议诊活动 听到信 村民早早地就来到了 议诊现场耐心等待 在简短的议诊活动启动仪式后 来自吉林心脏病医院 与长春伊诺眼科医院的 20名专家们 立即开始为村民测量血压 与新店图检查眼睛健康情况 详细了解村民既往病史 耐心地为他们分析病情 并针对存在的病症提出诊疗方案 新疆病生存怕病 它容易造成因病反复 因病制度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光头把住 让这种有可能的新疆病病人 或者已经得了新疆病人 能够享受到其他救助 让老百姓可以提前地去预防和筛查 存在的眼病的隐患 提前去筛查他们白内脏 轻荒原等疾病的存在 那样就是针对性地 我们会进行过去的治疗的建议 一诊现场设有关于心脏疾病的海报 眼科专家免费为有需求者提供爱心花镜 志愿者还发放宣传手册 向村民普及眼科疾病与心脏病相关知识 提醒村民健康饮食加强锻炼 发现问题要及时就医 据统计 参加这次疫诊的村民达170多人 住村干部表示 今后将继续加强帮扶 以实际行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这次活动从三里铺子村开始 覆盖公共党地区各个乡镇 让更多的百姓获利获惠 解决健康问题 近日舒兰市环领街道的一些草莓 种植基地开张了 新鲜的草莓开始上市 很多市民前来采摘 在新盛园采摘园大棚内 一株株草莓涨势正旺 绿油油的叶片下 草莓扎堆生长 鲜红又人 草莓又大又甜 然后让我感觉到了春天和夏天的一个美丽 希望所有的周边的好朋友 尝一下品尝一下 我们舒兰这个特产 又大又甜的草莓 新盛园采摘园 位于浑屋高速书栏出口附近 交通便利 据负责人介绍 目前园区的草莓 主要采用农超对接 和现场采摘两种销售模式 由于采用了密封兽粉 绿色防控等种植技术 它们的草莓各大各云 口味香甜 深受消费者青睐 草莓现在成熟度已经达到90%了 口感各方面是没问题的 咱们都是采用的生物防治 和有机肥的栽培方法 只能保证果的 国品口感和果的质量 据了解 近年来 舒兰市加大力度 培育棚模经济发展 温室大棚种植反寂果蔬 成为了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新技术新品种的不断引进 为产量提供了保障 现代高效的农业 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尝到甜头 百姓生活也越来越富足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这一时段的微信平台 辽原的网友 于永咨学 我们是进烧区 水稻接杆让离田处理 这方面有哪些好的方法呢 蔡老师 水稻接杆离田处理的话呢 一般有几种 我所了解的 第一种呢 就是像咱们刚才 片头咱们看到的 可以作为饲料 这个水稻接杆作为饲料呢 是很好的一种 可以喂牛 另外一种呢 就是可以把这个水稻接杆 就地就近 和一些粪肥 混合到一起 堆殴 变成一个堆殴肥 堆殴肥之后呢 在第二年开出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堆殴肥 直接再湿到水稻田里 这样的话 对稻田第二年生长 是很有好处的 公主领的网友咨询 今年化肥价格 什么时候能掉价 地好上一点肥可以吗 平时都是1800斤的 他觉得他的地 对 状况不错 想少上一点 我不太好回答 因为这个事情 是要根据市场行情走 那他家的地 要是地比较肥的话 是可以少食化肥的 我刚才听主持人说 它是1800斤肥 那一般来说 1800斤肥 就是它的这个复合肥 是1800斤 在公主领地区 如果是这个 土壤肥力比较高的话 1800斤是完全可以的 我建议也可以减到这个1600左右 也是可以的 如果土壤不要肥沃的话 好 感谢蔡老师的提示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在公主领 返乡女大学生 办起养鸡场 在亲朋的质疑声中 蛋品质量提高 市场畅通 村民纷纷跟进 明日播出 敬请关注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农民朋友 最关心的供求信息 柳河孤山子的老张 打算出售桑皇 大妖母有1200斤 据老张自己说 那质量那可是杠杠的呀 眼瞅着来到年姐了 送亲戚朋友点葛璐的玩意儿 那效果肯定不错呀 老张说了 价格面衣 联系电话是 158-3453-7713 这位朋友名叫梁武 家里养了点藏香猪肥猪 从图上看能有十多头 每头都是毛管刷量 愁起来 不精神呢 这要是屠宰了 肉质八成都不错 要价美金25块钱 这又出差头了 是毛猪美金25啊 还是猪幼啊 联系电话 159-4401-7544 究竟多少钱 谁想知道就自己问问吧 这位朋友打算卖 红毛白猪杂 有200多头 猪好都三四十斤 还有二元杂交的 小后背母猪 四五十斤 想买的打电话 1317446-4153 联系 前面说的都挺清楚 后边有点半算 是一头后背母猪啊 还是几头啊 谁想买的话 谁联系联系吧 通话现在宋广祥朋友 挺赶时令的 趁着下雪推出了好嚼会 什么小筋啊 大哪儿呀 笨猪幼啊 鸡蛋哪蛋了 哎呀妈 一听就老有食欲了 据说呀 是在林蛙沟养的 品质呢 是贼拉好啊 联系电话是 138-4451-2973 白城网名叫石头的朋友 有四十只大母羊准备出售 另外有八只小羊羔 白送 先别说价格高低啊 这卖主可够厂量的啊 还给大几只 连大大小还能伺候好 谁要是想买的话 就赶紧打电话吧 电话是136-3436-7597 再来关注今天全城各地的天气情况 12月29号天气 长春晴转多云零下13-0下19度 白城多云零下12-0下22度 松园多云零下15-0下23度 四平晴转多云零下12-0下21度 辽园晴转多云零下12-0下22度 吉林多云零下13-0下18度 通化多云零下6-0下20度 白山多云零下8-0下24度 严吉多云零下7-0下20度 长白山池北区小雪转多云零下10-0下26度 梁市主产区天气预报 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晴转多云零下19-0下15度 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多云转晴零下21-0下14度 31号夜间到1月1号白天晴转多云零下22-0下6度 1月1号夜间到2号白天多云转晴零下20-0下10度 1月2号夜间到3号白天晴零下17-0下9度 针对目前的天气情况 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记者刘佳了解一下生产上的相关提示 刘佳你好 你好主持人 最近有农民朋友打了电话咨询 问说冬季的孕阳应该如何进行管理呢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到了12316的刘清禾老师 来给大伙做一个解答 冬季阳首先要注意保暖问题 因为孕阳的消耗比较多 除了要保证它的体内需要 还要保证胎儿的需要 如果是散热比较快 你营养供不上 它就会造成胎儿比较弱 所以说保暖 夜间的羊舌里面温度不能低于5度 再次四点问题 孕阳也可以运动也可以放牧 但是去的时候最好顶风去 回的时候顺风回来 因为顶风去它可以看到这个草 它可以吃点 回来以后顺风回来 它就回的走得比较快 可以放牧 但是放牧过程当中不要打冷边 不要跳钩 容易造成流产 在你放牧的时候最好是孕阳 跟公羊跟肥羊 要是分开放牧 羊 特别是孕阳 冬季放牧过程当中 它吃不到多少营养物质 就是减点草根 树皮吃一点 所以说回来以后 一定要补充两公斤的甘草 如果没有甘草 那你就得补充爆米干 但是你要补充精料 要补充二到四两的精料 这个精料就指蛋白饲料和能量饲料 还有点微量元素 微量元素就是不能缺微量元素 不能缺钙 因为在育养啊 这个胎儿需要钙 要注意这些营养问题 第三个就保胎 如果是在放牧过程当中 你要看到了它有这个腐痛症状 看看它有没有这个恶露流出 如果后边有这个恶露流出 你再检查检查胎动 如果有胰肠胎动的话 你最好就要打这个保胎针了 就打黄鸡虫 在平时呢 要喂点这个叫 保胎清热散 这个售药店可能有卖的 你可以啊 这个喂七天 一天一次喂七天就可以保胎 如果实在不行 就是要打这个黄鸡虫了 就要注意保胎 所以说为了这个使育羊啊 安全的下一个小羊羔 好的羊羔 你就得把这个跟公羊 放木头要封盖发 卷舍 那个门要稍微宽一点 要单独式啊 另外就是这个产权的 这个产房问题 产房要提前七天要消耗毒 身高温度 不能是零下不行啊 最好是二十度左右 用这个百分之二的火简 和这个其他消毒药给它消耗毒 要铺好 就是说提前让它进入产房 避免呢这个难产 这是非常注意的 就是说孕羊 非常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另外再说忘一点啊 就是说饮水问题 羊啊一天必须得有两只水 这个水啊不能等凉水啊 紧满凉水是不行的 一定要啊 饮二十度到二十五度的水 一天必须两次 早上去一次啊 你要饮好水 晚上回来也要饮好水 如果必要的话 业绩要再给一次水 你做到这几点就能保证啊 这个一个育养的一个安全 感谢刘老师耐心细致的解答 那希望刘老师今天所有的提示 都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好主持人 我们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感谢专家的提示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这一时段的微信平台 德惠的网友咨询 买纯有机质添加到肥里 能起到增加低利的作用吗 蔡老师 我理解啊 这个农民朋友应该说的是有机肥 那么我们把有机肥呢 试到土壤里 现在是对整个土壤的低利提升呢 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推荐现在一亩地 用老百姓传统的话来说 就一亩地可以试这个一方 或者是两方都可以 对土壤是很有好处的 下面是农安的网友孙岳国咨询 明年想在打过烟密黄龙 和消黄草铜除草剂的玉米地上 种植高粮 用什么药剂可以缓解药害 应该如何操作呢 蔡老师 一般情况下 如果是我们今年种了玉米 那明年再种高粮的话呢 像刚才主持人说 这两种药剂呢 对高粮的影响 基本上是不是很大的 可以正常地种植 没有问题 就是说 它不需要再额外地 再打一些其他的药剂 下面是敦话的网友江桂燕 咨询在玉米哪个阶段上二变肥比较好 我们下来没关系 我们下来里面的颜色 我们下来